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如果要说近期选手身价涨幅最多的代选新秀 那我想一定就是Donovan Clinton 可能大家或多或少会发现到近期传闻冒起 有些球队是想要往上交易换取这名冠军中锋 或是甚至看到一些首次高速选手前的球队 都有些动摇是否要选择他 因此今天这一部影片 除了是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近期Donovan Clinton身价能提升得如此厉害 同时也简单介绍一下这名代选新秀 以及看看究竟目前NBA中有哪些球队是最适合他的吧 那么先来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基本资料 Donovan Clinton目前20岁 身高7x2 体重282磅 臂长7x6 完全就是偷偷的标准中锋身材 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资料 那就是Donovan Clinton如果下个赛季进入到NBA 将会是联盟中排名第三高的厨员 前面卡则的分别是Boban Victor & Vanyama以及Bobo 适合Moses Brown和Christopos Incis名列身高 但如果大家觉得Donovan Clinton是因为升高优势 才导致近期的行情涨幅 那我想大家可能就有些误会了 其实Donovan Clinton身价的涨幅 或多或少和本季U款大学再次夺冠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Donovan Clinton的比赛 我觉得较为突出的是防守端 虽然说本季我们可以看到U款的防守设定 大多都是一打成退为主 比如拿这个回合给大家参考一下 然而我觉得较少数人会提到的是Donovan Clinton 是有展现出绕档菜去防守这样的回合 虽然样本量不多 但这也直接减低了不少他这种中心中锋 进到MB以后守档菜的疑虑 然后这里再放两个回合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回合 这是一个Donovan Clinton的守档菜成功的回合 然后这个回合 同样也是Donovan Clinton的守档菜成功的回合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回合防守策略的不同 这一个守的是成退 一个守的是换防 但我想大家要注意的是看看Donovan Clinton腰部和跨部的灵活度 尤其第二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 Donovan Clinton实际上是已经把走心甲往外踩倒是被移不过掉 但也正是因为跨部的灵活度带动了第二和第三步加速 才得以最终恢复守下这个回合 而刚才我们也提了U款大学本级在防守端的调度是选择守撑退 但我觉得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Donovan Clinton即使守的是撑退 但他和正常的传统中锋相比并不以篮框作为防守导向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合 即使第一派所成退但Donovan Clinton却最终得以依靠长臂斩干扰对手出球 这个回合也一样 那可能大家会想MV中也不发又好的重型中锋 同样也知道如何依靠长臂斩的威射利来打球 这并不足以展现Donovan Clinton特别之处 然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刚才的回合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Donovan Clinton所成退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站位 既他有非常好的防守直觉 我们可以注意看这几个回合 跟上个回合一样 其实Donovan Clinton也深知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他总是在这种所谓每Post的地方等待对手做出进攻选择以后 再做防守决策 这也是他所成退和所谓的重型中锋不同的地方 因为能在罚球线位置等待对手做进攻选择再回应 这将会让选入他的MV处队得以权衡 是否要放给外线能力交叉的对手更多的外线出手机会 同时至少中距离不会这么容易让对手打点成功 当然 进到MV以后正常球队一定会选择把Donovan Clinton拉到外线来打点 甚至可能会希望将他拉出进去 就是他对手空切的防守仪式 比如这个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对手低位被打其实是在找空切的机会 而的确45度只要有一个空切进来 但可以看到Donovan Clinton是直接顶着空切的对手 不给他有接触或是delay后续可能往下走的空切路线 然而户顶上面因为扎实的无处挡才导致队友失位 因此的确是有跑出第一排的空切空挡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Donovan Clinton直接一步转过来 防守威斯利导致对手切传给高位空切进来的队友 最终也成功守下 然后算是比较值得讲的还有这个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对手拼到以后绕出了接球的空挡 不过注意看Donovan Clinton 其实对手第一排因为两人都有往前去手接球人 而接球人是有想要传给有数价攻框空挡的队友 不过Donovan Clinton应该是预判到了 所以先是尝试断除然后再恢复到一个 让对手没有太舒服出手的空间站位 那么看完防守端 我们来看进攻端 就算大家可以想象到中心中风的技能包 Donovan Clinton也差不多一样 进到NBA 相信他的定位会先从简单的吃饼 顺下攻框等终结者工作开始做起 而且搭配上非常扎实的党人技术 几乎所有党差汇和Donovan Clinton 都会逼迫防守者去做抉择 也就是究竟要守他这个掩体 还是守持球人 简单来讲 对于已经有空位在阵中的球队 Donovan Clinton是非常好搭配的 那么前面我们有提到Donovan Clinton身价飙升这一点 实际上又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不外乎就是在私讯时候 所展现出的投射潜力 就有点像当初Dairy Life那样的处境 当然我觉得不到实际赛场上所展现的东西 我不会过度解读 但也因为的确是有展现出基本的投射手感 所以我相信这将会是很多球队 愿意读他的原因 而且在大选赛场就算撇除掉扣篮的终结方式 命中率都有超过70.1% 而且不管是中距离或是抛投 都能有长卷45.8%的命中率 种种迹象都表明Donovan Clinton的手感 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 我是觉得这些原因加上私讯所展现的投射潜力 导致Donovan Clinton的选手行情能飙升到如此之高 那么Donovan Clinton第二个卖点 就是他侧应的潜力 或许大学层级的场卷1.5%攻产量并不算突出 不过因为有不差的进去威胁力 所以对手其实很长时候都会把不少的防守资源投入到他身上 而他也展现出了不差的侧应能力 甚至短档差分球的能力也有看到不少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合 这是Donovan Clinton打2man game能力的画面 还有这个回合 同样也是提前看到了队友的空前路径 本季有款大学之所以进攻端能如此有效率 就是因为他们有办法确保处得流动 而进入到一个更注重处传导的NBA 我是觉得5号有这样的能力 真的是让Donovan Clinton相当吃香 而进入到NBA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Donovan Clinton一定会得到打破杀的机会 而除了是具备基本的被打能力 因为他进去的威胁力 所以很经常逼迫对手来协防 也就等同场上一定有一名队友是有空挡的 而Donovan Clinton也有足够的能力 去依靠快速传导找到这个有空挡的队友 不过讲了这么多 Donovan Clinton最主要吃饭的武器中究 还是其掩护所带动的 不管是无求掩护所解放的得分机会 手递手 当才顺下攻匡 Donovan Clinton都会懂得制造非常高质量的出手空间 那么看了Donovan Clinton攻防两端的卖点以后 难道证明大选新秀就没有任何疑虑吗 绝对不是的 首先第一点 就是Donovan Clinton即使在私讯展现出了投射起立 但不可忽略的一点是 他本集大选长卷发球命中率是58.3% 长卷出手10颗 一律到不再残量这一块 我反倒更担心的是Donovan Clinton 会不会因此受限无法长时间打关键第四节的比赛 毕竟对手只要对他犯规逼迫他上罚球线 等同球权可以直接转换回来 这对他战术价值将会下降非常多 那么重型中风进攻段的问题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 不过这里我想要挑一个大家或许知道但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那就是Donovan Clinton的出手点 我们可以注意到 即使我们对Donovan Clinton的手感是投下新人票 但他的出手点真的很低 加上不快的出手速度 我觉得这一点影响或许对他未来能不能开发出 Ingame的投射能力将会至关重要 毕竟去到MB以后 坦白讲是没有办法想在大学城市 一直用身材优势来去掩盖他进攻段的问题 不管哪一点都是 而防守段撇开重型中风普遍都会有的问题 我觉得Donovan Clinton或许可以尝试进步的一点就是在 所close到或是换防到外线时 可以逼迫对手去走墙边 毕竟墙边就的确比较容易执行卸防和夹击 就像这个回合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站位其实就是开了一条全空的切入路线 让对手在弱侧切入 这或多或少和他每次习惯去用走心脚来做第一排队位有关系 尤其想打NBA 我觉得任何一个球员看到这种机会都一定会把握住 那么比较多人关心的问题 就是Donovan Clinton的模板究竟是谁 哪支球队会更适合他呢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总体看下来我觉得Donovan Clinton有非常多我个Castler以及主板的影子 就是一个传统的大个子球员 可以补助出对防守端的不足 也正是因此 Donovan Clinton的地板实际上比不少乐投区的待选新秀都还要高 但上线这一块就应该仅会是这样而已 坦白讲选进来就是一个很扎实好用的战力而已 我是不觉得他有机会走到全明星的上线啦 毕竟在U款大雪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之中 进入到NBA 我是觉得他必须要证明得以在场上空间被拉开的时候 依旧能保留防守端的影响力 不管是所挡猜的方式 外线对处的防守等等 如果没有办法做到 坦白讲就是个很好用的替补中锋而已 基于此 虽然有不少的球队目前都展现出向上交易选新他的传闻 但我是觉得以探花签来选一个替补中锋真的有点太奢侈了 毕竟如果前两个孙女是Alexandrosa和Zachary Vizache 那么接下来基本上谁都有可能是探花人选 而考虑火箭队正常情况一定会是交易到探花签 毕竟都有Alpen Shengun这个组明星作证进区 4号签的马刺一有绝对核心Victorian 马亚马 5号签的火塞也有杰伦 独队 我觉得反倒比较有动机去选择的文克林人的处队 应该就是6号签的黄蜂队 7号签的拓荒者 9号签的灰熊队 10号签的爵士队 以及11号签的公牛队 虽然我觉得爵士队大概率还是会看后场就是了 那么雷霆队之所以我会撇除掉 当然也明白有进去需求 但雷霆队目前的进程就应该更偏去自由市场抢人和补强 而非透过选数养成找到替补中锋的解答 黄蜂队的确存在动机 但因为有马威廉斯做证进区 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希望往后场或是彻翼的部分来去找年轻潜力而非进区 真正算是比较有可能的我觉得也就拖荒者 灰熊和公牛队 拖荒者的部分很简单 基本就是可以很好地充当D'Andre Aten的替补中锋 尤其考虑D'Andre Aten在到本季的Robert Williams如此丰富的伤兵时 我是在怀疑他所能带来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少 尤其进攻和防守多远性如此熟悉的情况 我是觉得拖荒者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去找一些根据双向潜力的待选新修 尤其7号牵还有机会选到更符合重建进程的人选 再不然 我最支持的应该就是灰熊队选下他 我们都知道灰熊队上个赛季将进去清掉就是为了找来更便宜的替代品 我想D'Andre Aten是有办法补上他们对进去的需求 不管是替补而正使用或是搭配Jaren Jackson Jr. 都有调整的空间 再不然就是公牛队了 公牛队从他们目前的操盘来看 打掉重建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而如果要打掉重建 他们目前的潜力当中是没有任何禁区的人选可以培养 等同选进D'Andre Aten除了可以囤积5号位潜力 同时也让他们有本钱去兜售仅剩1年合约的Nikola Vucevic 来去囤积更多的未来资产展开重建 不管怎么说 个人觉得D'Andre Aten应该整体更偏有一个长期的职业生涯属性 好的那么关于D'Andre Aten 整理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好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D'Andre Aten进入MB以后的前景如何呢 大家看好这名大选新秀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了 出了到咱们的想法 如果要喜欢本期影片 也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 以免错过任何的新影片 也不妨点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去中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